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六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 或儒家思想比道家思想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處事形勢 由隔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對月方伏歲女書院 現在先介紹雙方辯緣,隔方主辯張惠嘉同學 第一副辯黃二禮同學 第二副辯龍子恩同學 結辯愁諾斯同學 月方主辯鄧朗欣同學 第一副辯如相晴同學 第二副辯李希彤同學 結辯曾博欣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可風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李梓靜老師 前喇沙書院中文辯論隊隊長陳錦燕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辯論隊隊員陳慶澤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結辯共六個環節 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會不會在台上邊緣發言時間至足前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到時我就會用人聲去釘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過時十五秒就會有三丁提示 間時本人就會打斷邊緣發言 並提醒評判扣分 而本人亦會用手勢一、二去示意 因此邊緣有責任留意螢幕 也不應該嘗試用盡所有的緩衝時間 詳細賽規早前已經發佈給那麼多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問題的話,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甲方主便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師妹,師妹,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不清楚? 可以 丁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先秦時期,老的創立的道家思想和統治創立的儀家思想 成為當時社會的重要學說 對後世的思想及處事形勢影響深遠 道家鼓吹順應自然 一切按照事物本性發展 而儀家則以三綱五常為主軸 一方面強調階級觀念 作為臣子要服從於君主 子女要服從父親 妻子要服從丈夫 另一方面要服從人、義、禮、自、信、五大價值觀 兩家思想流傳至今 但時矣世易 現代社會不論是運作模式 還是價值觀都跟以往有別 我們比以往有更多出路和機會 清少年也需要面對更多抉擇 去選取適合自己的道路 香港清少年正處於一個發掘自己的階段 容易感到迷惘 處事應勢未夠成熟 因此 欲衡量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 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處事應勢 就應比較何者更符合青少年的需要 我本認為道家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處事應勢 原因有二 一 回歸自然本性 不受社會限制 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規範 約束著我們的思考和生活模式 總總其許對香港青少年造成極大壓力 例如社會經常提倡要讀好書 尋好工 賺大錢 令學生如果不遵從就會變得離經背道 另二 成員發言坑理學家壓力順多指 青少年時期是尋找身份認同的重要階段 需要更多的探索空間 但儒家提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甚至疲借勞動階層等職業 據論語指路編記載 孔子的弟子發持希望學習農作而非入市為觀 但孔子以小人災紮罵發持 指責他自向小 選擇自己耕作 放棄讀書成為上位者的機會 在這種觀念下 青少年只會跟從社會主流想法生活 放棄探索自己的可能 從而局限個人發展 相反道家鼓勵人跟隨本性 順應自然 道家莊子大公司抵出 雙虛而濕 雙如以末 不如雙望於江湖 意思即是指 與其在不適合的地方苟然殘存 不如向外尋到這麼寬廣的地方 可見在道家思想下 青少年則以勇敢突破社會規範 追尋適合自己的目標 作揮所長 二 應從多角度出發 不應妄下定論 例如社會發展 價值觀從來不止一種 多次種族問題 性別定型 同性婚姻等議題 沒有對錯的分 青少年應該多角度思考 而非盲目聽從社會主流觀點 可惜 如今思想下有既定的價值觀 教導人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並要求嚴格則響 多次提倡階級觀念 藍磚女卑 百慶以孝為先等等 單一的價值觀會唸青少年 分別是非對錯永遠的一種方式 令他們的思想變得狹窄 難以為觀地探索世界 相比之下 道家的思想更加全面 張子透過人間世的故事指出 世人普遍認為一棵樹被狂乏成家具 但一棵樹沒有被狂乏就是沒有用 然而世人所謂沒有用的樹 正因為它被自作為沒有用 反而能夠保存性命 由此引申出世人不應盲目跟隨世俗的目光 而是要多角度全面地探索事物 在多元化的香港社會中 青少年面對著不同背景觀點的人 應該求同全異 而非因社會規範而盲目規評 最後想問友方 現今社會出路越來越多 逼斥少年只可以追求學問適合他們多些 還是讓他們自由探索自己適合多些 謝謝各位 各方主便發言時間為 4分02秒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主便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小眼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請問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春秋時代 封建周禮等元有社會秩序失效 瑜伽支持恢復秩序 重視品德修養 自漢武帝起 瑜伽成為官方思想 再由宋明理學 演變成現代新瑜伽 道家則追求自我本性 反對條條框框 禮法之人 青少年即一般介乎兒童 和成人之間的15-24歲人士 衡量瑜伽或道家更適合他們處事應勢 視乎何者能解決青少年面對的問題 協助他們成長 我方認為瑜伽更適合 原因有二 第一 減少自我中心 重視倫理關係 根據艾力信社會心理發展理論 青少年階段的發展任務是自我認同 包括自我認識 和透過和其他人發展關係 尋求他人認同 香港青少年著重自我感受 免得自我中心 認為自身感受 願望被其他人重要 從而產生磨擦 香港工事長 家長溝通時間少 家長科技發達 青少年應用手機 電腦時間 甚至多過陪父母 令關係更疏遠 香港理工大學在2018年進行的 香港中學生發展研究 研究顯示 過半數學生、家長認為 香港青少年自我中心 而同意的教師甚至達到九成 要解決問題 就要令青少年減少自顧自己 自顧自己 重視倫理關係 儒家認為 人不可以單獨存在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各有適宜行為和責任 都是倫理 論語學而提出 弟子入則孝出則孝 謹而信 犯愛中 倚親人 朋友餘力 則以學文 即年青人應該先孝順父母 尊敬師長 守信 有愛心 推而廣之 相反 道家則反對以禮教規人論 老子提出 六親不和 有孝詞 理想的世界 小國寡文 文字老死 不相來往 可見儒家比道家 更能減少自我中心 有利建立關係 二重視學習思考 提升見識學養 青少年處於中學大學階段 需學習價值觀 而建立人生態度 亦需吸取知識應付升學和就業 品格教育方面 即使現在中學虛行德育教育 理大的調查結果顯示 過半數家長和教師認為 學校大多只是著重學術 不略道德方面教育 儘家思想著重人 住、成、孝等自我修養 擴展善端 從而推己及人 建立師子 青少年可以透過認識 認同再實踐一點的價值觀 相反 道家認為人應該從本性 人為道德標準違反自然 老子提出 皆知善之為善 師不善己 意思是善的出現 只是因為不善良的存在 道發自然 青少年只會無所適從 難以建立道德觀念 精神教育方面 香港教育以補習 應使為核心 眾障元 狀元 讀神科 找好功就是目標 偏離學問的原意 論語為正指 學而不思則網 思而不學則桌 認為學習和思考 應應相輔相成 想指勤學指 君子博學而參省估己 則致命而行過蒙義 即君子應該廣泛學習 並自我反省 受明是裏面過錯 相反 道家的莊子 認為求知是有顏 除無顏 老子說 其中 其出利月 其之利小 最後請問有方 承認人際關係 學習對處事應勢的重要性 如果承認的話 那道家怎樣比 如家更適合應用 在青少年身上呢? 多謝各位 月方主便發言時間為4分14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月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月方主便會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 在限時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時間到就是會有2丁提示 接著就輪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甲方主便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月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用鏡頭示意 士咪士咪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不清楚 可以 定 最後各位大家好 青少年要多角度思考 所以我方便看到了 道家的道德經第58章跟大家說 壞事可以有好結果 好事也可以有壞結果 所以老子帶出的是 希望人在觀察事物的時候 不知停留在表面全面了解才會被表象分注 要多角度思考 然而我方也看到 儒家的規範不合黑板而且不合示意 男一定要轉愛 女一定要轉愛 女生必須要服從男性 在下位者一定要服從在上位者等等 所以我想問有方 道家教導大家要全面了解多角度思考 現今香港越來越講求共用包容 究竟是一個單一的價值觀好些 還是講求多角度思考 對青少年更適合他們處事應勢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準備時間 看我躍著 也許廉仇 探索 我會不會變成 我會不會改善 你會不會改善 索強 這一 太是 有 一 過 备 副 참 有请月方主便回答 有了一分钟的发现时限 准备可请向镇头视察 Lord ... 请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专, vern, 唯yo 主席听得黄 我可以 力指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問我們 杜家教我們要多角度思考 但請問有方,現在老子叫我們不要 文之難之,耳其之多,叫人不要追求知識 如果在不追求知識的底下 怎樣可以令他有多角度思考? 要思考就當然要有學識 現在就是叫我們學習知識 從而可以繼續做這件事 做杜家所提倡的多角度思考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月方發問 請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在鏡頭思議 請來,請來,請來,請來 請來,請來,請來,請來 請來,請來,請來,請來、請來 各位,大家好,剛才有方主辯 就在提到 道家思想就是因為正正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它們不會受到社會的限制 就可以令到這些所謂的清招員 就可以更加探索自己 可以有更多的探索空間 所以想問一下有方的立場之下 是否承認道家的自由 就等於拋開瑜伽思想下的知識和道德的觀念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準備時間 請多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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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老死不伤我 有方根本就是曲解了道家这句话的意思 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处暖世 那时候充满战争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无欲无求 我们不需要发动战争 我们也可以很和平很安心的生活 根本不是有方说到禁自我中心的时候 所以有方要跟我说 究竟道家是否真的好像有方说到禁自我中心 再来看有方的第二个论点 有方第二个论点跟我们说 原来虞家可以建立这些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很好 所以有方就是觉得 虞家的规矩可以教识青少年 但是首先的是 道家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做 是不是就是要青少年自我中心 原来道家会跟你说千道无亲 常与善人 跟我们说要公成不居 但他们今天都是跟我们说 青少年应该要宽容产业 我们不应该骄傲自大 所以其实今天就算没有了虞家的规矩 他也是有道德的 甚至乎现在的做法 只不过是将不同的规矩强加在青少年身上 但是现在这样只不过阻碍了他们的多角度思考 道家老子跟你说 唯独日选,选之右选,以至于无谓 跟我们说要反破归真放下无谓的执念 再来看的是 为什么有方觉得现在这些规矩一定是对的呢 有方说到原来我们这些孝道 这些尊敬思想的就是应该要有的 但是有方根本曲解了瑜伽的思想 是不是瑜伽思想真的像有方说的礼教这么简单呢 原来背后是整套的阶级观念 说我们要三方五常 套用厌实社会就是不可以质疑老人家 不可以质疑长官 不可以质疑我们的父母 我们一定要无条件服从 当今天讲的论语太太 他跟我记载说 原来周武王觉得自己有十个很光得手的神子 但孔子就跟他说 你十个神子当中有一个是女人 所以其实你只不过只有九个神子 原来当今天孔子是不承认女人可以做官 觉得女人就一定是成不了债事的时候 不如有方跟我说 究竟这些女人不可以出来做 女人就是一定做不到言明的人 是不是就是有方说的正确价值官 是不是就是清潮人应该要跟从的呢? 最后其实我们可以来看看如何才最适合青少年了 以前社会出路得很少 觉得做传统稳定的职业 好像医生律师那样才是最好 但现今社会底下出路多了很多 都不再局限于这几种职业了 我们要达到多元化社会 给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梦的时候 如果青少年继续跟随如今思想的规范 去行接受不同社会主流的价值官 要我们拼命去读书 就是为了有方所说的正确 结果令他们不发心受益 是不是就是有方乐见的呢? 而当今天青少年跟从道家 他们未必要勾身口识的 但他们可以做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字幕 想画画就画画 想追梦就追梦 好像盧汉亭那样去大雨的时候 去做跳舞老师的时候 究竟何者更加适合青少年呢? 谢谢各位 教方一副发现时间为3分05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月方第一副变 你有3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可行镜头示意 可以 订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要多谢有方承认知识是需要的 自可识道家最大的人老子就不是这么认为的 老子就说 古之善为道者 非亦明文 将以愚之 文之难自 以其自多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人文有知识 智慧就难管治 所以古代君主的管治之道就是愚民 其实老子都不认为知识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说 知识重要的同时 其实已经变相承认了我方的立场 今天是在看的是现今社会 现在的思考模式是相对跟从愚家多些的 那道家思想就是现今社会主流思想的另一个极端 突然间有这么大转变的话 社会究竟又会不会接受呢 有方同学又说 愚家他的思想 例如蓝椎、蕾碑这些 已经不再符合现在的现今社会了 但是今天其实并不是要将整套愚家的思想 直接沿风不动的搬到现今社会 现在是要保留他的核心思想 例如那些人啊异啊那些才对嘛 有方同学又说一定要去跟从这个自由的观念了 道家思想其实觉得对社会没有贡献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逍遥自在就得 其实有方同学是将逃避现实 这件事包装得很美 他提倡的处置态度就是归隐和不理世事 现今青少年面对的问题正是自我中心 那青少年更加自我中心 逃避社会会会令到青少年更加自我中心 博文细致只会令青少年和世界失去联系 更加自我中心恶性循环 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青少年是下一代社会的动力 他们应该要培养好的是社会责任 而瑜伽思想中的二代讲应该是绝对的命令 也是社会之中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做的事 必须为做而做 因为这些事在道德上是绝对正确的 瑜伽思想才可以帮助到青少年培养社会责任 长远才可以资产到社会的发展步伐 有方同学又说现今社会很极端很扭曲 只是追求金钱的地位 但是不会因为青少年跟从了道家的想法 而令到整个社会改变思维模式 当和社会的想法脱轨的时候 都会开始面临更多社会极端的问题 其实不代表瑜伽独尊 但这是一个远远流长几千年的思维模式 短期之内难以改变 社会有很多期望都是走到极端的 来对金钱和地位很执着 觉得所有人都得呆的路向 这个同时 瑜伽的忠用指导提倡情感和欲望 都不应该去到极端 而这个才是最好的平衡 不会去到好像瑜伽那样 完全什么都不管 所以来到一呼的位置 回到基本部 我方主片都提及过 现今青少年过于自我中心的问题 尤其是其实只有瑜伽思想 才能缓解到这个问题的 协助青少年建立和伦理和人制之间的关系 犯公道家提倡的逍遥 贵人才会令到青少年越来越自我中心 附着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战战和这个世界脱轨 充满不理细致的人的社会 到底又是否一个有方同学 愿意乐见的社会呢 多谢各位 接着是甲方第二副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声向镜头示意 请准备好声 请准备正音 试试试试试听得清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不清楚 可以 订 各位大家好 听完有方的发言 不难发言下三大谋误的 第一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孝顺 或者是跟随一些不同的伦理态度 就是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我方一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道家是否以自我为中心不用孝顺呢 有方同学没有解释到 因为有方同学都知道 原来瑜伽的核心 原来是讲一些很阶级性分明的东西 因此有方同学今天也论证不到 原来瑜伽在讲这些不符合现代的东西的时候 究竟要怎样可以去教授这些现代的清诚 是可以令到他们更加积极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方同学所说的这些五常 或者是有方同学所说的这些孝顺 其实原来瑜伽也教到过 看到的是原来瑜伽所说的功成佛居 原来他也有讲到很多基本的人意 同时他也有教你不要骄傲等等 最基本的东西他也有教的时候 有方同学今天论证不到瑜伽的独特性在哪里 最重要的是是否跟随了所有的正确的有方所谓的正确的价值 所以这些正度就等于正确 看到的是原来瑜伽教的不是最基本的人意自信 甚至不是最基本的孝顺 反而要你可能负为指引 指为妇引 直在其中 就是叫你父亲去袒护自己的儿子 而是替父亲隐瞞他的落下 这些正正就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看到这些孝顺根本就不符合现代 所以我刚才的担心道德的问题 或者一些自我中生的问题 原来道德也可以解析得到 甚至瑜伽比起道德说得更加正确 更加符合现代的时候 这点我刚确立了 接着来到第二点 一副问你 为什么瑜伽的规矩一定是对的呢? 问你男专女非阶级观念 是否反而更加适合现代的青少年呢? 那方同学统不行 为什么? 因为有方同学都知道 因此今天有方同学如果最硬把瑜伽的知识 这些硬知识塞进去这些青少年的脑子 他们最终只会变成一些不懂得思考 不能够成大气的人 因此有方同学今天要论证清楚 究竟他这些男专女非 是否从瑜伽的知识完全割裂 有方同学不可以直接不回应 因此再来看第二点 有方同学说 原来有过半数的家长认为 儿童是过于自我中心 甚至有90个老师都这样认为 但问题是有方第一没有从我们交代 究竟他访问了多少? 第二点 这些青少年他的压力过得不久 就是这班人社会给了太多推翻 因此有方同学都没有再比较过 道家如何令他们自我中心强大的时候 有方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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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不成立了 因此我们再来看 香港做一个开放的社会 其实有不少的标准 男生去短头发 女生要斯文 但到底青少年要盲目 跟随之后 所谓的正道是否真的这么正确 在阶级观念上 瑜伽帮人分等区 将这种的观念 套在现在 我们又是否要按照大家的不同 将自己的性别或者种族帮大家分等区 因此有方同学 现在正正是要放下 一些无关同学的执念 各位 学位 交方二库发言时间为3分08秒 没有超时不用扣分 然后是月方第二库变 还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处后 请一视镜头愿议 stop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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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现在都提倡清少年是有社会责任的 因为清少年是负责建构下一代社会的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跟我们说 君子知道不在意自我解脱 而是要做到虚忌及人去外身边的人 去关心整个社会的时候 有刚才跟我们说有这些阶级观念 我们看回其实有关这些阶级观念是论语里面的证明 就是跟我们说要君君臣臣呼呼指尘 每个人都要做到社会里面的定位 做到明清之下的职责才会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这些是否跟现在的社会完全处置呢 不是的 我们看到01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颁布学会学习的探讨课程发展路向 都跟我们说要培养清少年的责任 以及承担的精神 作为这个课程改革的优先两项的价值观和态度的时候 想问一下有方究竟这些价值观 又怎会完全是脱离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需要学到的东西呢 有方从来都没有回应过 因为我们前面都说过 其实有方承认了知识很重要 但我们看到 原来到香港作为一个这么高知识化的社会里面 他执重于知识、知识的运用 但是到今跟我们说文字难置 以知其多老子都不想那些人去有那么多知识 不想追求知识的时候 香港的社会模式都不可能好像道家那样主张 无学习 而青少年需要也不是鄙视学习的道家思想 所以我们应该学习 瑜伽这样去鼓励青少年继续去深层次去学习 多谢大家 月光以赴柏言时间为3分13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枝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先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和试麦 主席听得清楚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可以 声 今天有方同学说 瑜伽介入不要那么自我中心 反而见到瑜伽才是更加自我中心的那个 在阶段上孔子跟你说 无有不如记者 叫你不认识自己认为不够自己好的朋友 在职业观念上 跟你说劳动家族的职业就是低下就是不好 因为他们无追求学问 但是反观道家 同来说物我合一 万物齐平 以谦卑平等的态度对待世间天地万物 所以有方跟我说到不要那么自我中心 都是希望青少年避免过分提高自己的时候 很简单问有方 是无有不如记者的瑜伽自我中心 还是应该是道家的万物平等更加自我中心 谢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准备时间结束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先 可以 定 今天有方同学问我们究竟是道家自我中心 还是瑜伽自我中心 其实我方的一辅都已经说了 道家的思想是觉得对社会没有贡献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消而自在就可以 其实这种提倡归隐 不离细节的处置 只不过是包装到道家思想不愿意不断逃避现实的这一件事 其实这样做 不离现实 对比来说 是否给瑜伽这个愿意去积极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加自我中心呢 有方同学又说瑜伽实在是太注重于学习方面 但其实你们老子自己都说 人不应该学习 因为学习了有知识的话就难以管治 其实今天道家的思想是实在太极端了 它根本已经不再适合于现今香港高度发展的社会当中 谢谢各位 现在又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发问 请便员开启镜头并试麦 是吗是吗 是吗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订 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有方双重标准 我方说道家的理想世界是小国寡民 文字老死不相往来 有方说只是针对春秋战争的认识之道 现今香港青少年不需要跟 但有方论点意说 批评瑜伽支持阶级观念 男尊女卑又可以无视春秋时代 未有现代人权观念 亦无视了现代新瑜伽学者 例如毛中三、唐君毅 提出完善瑜伽思想 令到理念适应现代社会 所以想请问右方 为何要青少年处事应世 道家的概念便可以选择性采用 不好的事便说是我方歪曲 瑜伽概念便要无视时代转变 不可以掌握其核心思想 多谢各位 现在转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我去拿下这一段时间 我会想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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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甲方派出委员员作答 是吗?是吗?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订 再告诉大家,好,有方就问我方了,为什么原来文字佬四不相我来 为什么在春秋时代可以用,但是现在在现代社会就不可以用呢?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现在是不用用的,原来我方跟你说的是 原来文字佬四不相我来,不是好像有方说到那么自我忠心 说的是,不是不要家流,而是不要婚 所以有方已经曲解了这一句的意思了,再来看有方第二个问题 就问我方,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性地采用用哪些思想 但是现在就不可以呢?但是我方不明白了,选择性采用的是有方 原来有方义父跟我们说,男圈女婢不是瑜伽的核心思想 但是有方就是立常态 主便跟我们说,瑜伽的道德这些观念 是可以帮我们去建立这些伦理关系的一些概念 但是现在义父跟我们说,男圈女婢不合时而不是核心思想 那我心里有方问,哪些才是核心思想呢? 原来今天现在跟你说的三杠五权 正正就是这些男圈女婢 跟你说的女孩不可以做官,女孩不可以做大臣,女孩不可以做大事 只可以同间提出,请停止发言 现在请甲方发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变远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我方指出,现在社会规范那些男专女卑阶级观念有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我也明白,所以他立场退漏 我们就不要理会阶级观念 我们只是看他的核心思想 但现在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要你遵从这些社会观念 要社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你读书就只是读书 所以其实现在社会有越来越多新的概念 例如同性戀,男女平权那些 证明社会的规范其实都无分对错的时候 究竟瑜伽的一刀切 更加可以帮助年轻人适应这些新的观念 还是道家叫你不要用同一标准处事 更加可以帮助年轻人处理世事呢?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大家的证明 谢观看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月方派出位電源回答 《果然婷秦郎》 有分剛才我們說,來囚霋主張我們要同一分標準 我們看到它是可說了這麼明顯胎後 WILCHO 所说到校他本身的核心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去盲望跟随以前古代如何去体验校 还有有分别来说说不可以用同一标准 但我们看到其实杜家从来都没有说过 甚至任何标准都没有说过 就是杜家是自己主张要顺从自然 那究竟现在的青少年要怎样做 才可以做到有方所说的那麽好的愿景呢 青少年我们前一场都说过了 例如佛道德的观念 很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去做到这些所谓道德观念的时候 那究竟一个杜家完全没有标准 完全没有一个指引给他们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他们真是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要重新再说一次 就是现在从来都不是主张要 谈言时间结束请停止发言 谢谢大家 现在请月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便于开启镜头的视麦 师妹 师妹 请问听得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听 主席 各位大家好 有方此 道家支持多角度思考 愚家就单一方面 唯一读书高错 愚家支持学习 学而时集资 亦反对工作 支持白宫居士 已成其事 道家正如我方主便所言 反对知识 亦反对辩论 庄周于齐物论中指出 圣人意义不变 认为辩论大内偏见 无在明辨是非 即变也者 又不见也 胡识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亦批评 庄室的思想是对社会进步 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请问有方对今天双方而言 应该跟瑜伽 欲辩入教 事实 练习 亦跟道家 不要辩论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隔方拍出邊緣回答 用了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正用鏡頭先衣 可以 定 各位好,有方向問我們瑜伽是吹行辯論,道家是不吹行辯論 問哪一樣好一點,我們應該問哪一樣,很簡單問有方同學 瑜伽是男尊女卑,正如瑜伽當中的情豬理學所提到的 女性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說女性比性命更重要 將精出視為至高無上,男子可以任意優妻,女性只能夠忍受,改革更喪失精潔 這些男尊女卑還是道家所說的齊密論,人人平等更好呢 我倆相似作為女性,其實看到的是原來他推行這些人人平等 反而不是在阻礙他們的發展 這次很簡單,實在是有方台的問題 再來看我方台所說的,道家不追求知識 其實有方台有很明顯的謬誤,正如是道家從來不是不追求知識 不追求覺得沒有見識就可以是最好 而是老子不想人強制性地追求知識 謝謝各位 現在是傑變準備時間,所以傑變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所以是誰會想跟你講 預約時間,請高資能,請坐下 請到來我等待在下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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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准备时间结束,先由月方结变总结,你有4分钟的发现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 示茗示茗,示茗示茗,示茗示茗,主席听得清楚?可以,定! - 继续各位,大家好,来到结变位置,我们首先看下有方同学在论点上有什么问题,首先第一,有方同学就打着自由的旗号,就说道家就会令到青少年不受到社会的限制,就正是因为他们太大的压力,受到太多的社会约束,令到他们没有任何的探索的空间, - 但其实今天有方同学把自由包装得很漂亮,等我回来跟你说,其实今天道家的思想实际上是什么时候,我们是看到有方所说的道家自由思想,其实就是放弃道德修养知识,去逃避现实,不理世事的时候,现在青少年已经有自我为中心的问题,而这些道家思想再加入他们身上的时候, - 只会令他们最后令到世界失去联络的时候,其实这个双方都不想再见到的时候,那我想问有方同学,现在道家所说的自由,是不是真的好像有方所说的那么好呢? - 我再来看,其实我方如家所指的伦理关系就是正正希望能够提倡青少年有这些社会的责任,而未知也都提过,人应该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改变社会,去掃了一个理想的世界,而不是好像道家思想那样去逃避现实,不过举着只要有自由就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 - 我再来看看有方同学的第二个论点,他就说人不应该有对错之分,而道家就可以令到青少年有更多角度的思想,但愚家就因为有价值观,只有一种方式,所以令到他们不可以探索这个世界,但首先,看有方同学今天的立场,其实有方从来都没有否认过,现在青少年是缺乏了道德的观点,那现在正正就是因为青少年在这个世上感到非常迷茫,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而他们如果跟着道家去, 说话去跟随本性的时候,现在他连一个价值观都没有,感到很迷茫的时候,这些愚家思想的价值观就是正正可以引导他们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道德观念的时候,我不明白有方和我为什么觉得愚家就是不适合了。第三,其实我方主辩都提过,老子不是说,老子,其实他说人不应该去追求知识,那就是如果人不应该去追求知识的话,那就是达不到有方所说的多角度思考,但是相反我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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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的愚家思想就是提倡要去多学习多思考,只要思考才能够多角度这样去思考,去思考的时候才可以有更多角度去看到,才可以令到社会更加美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有方同学,他今天有什么谋误,其实有方同学,他有一个双重的标准,他就说我方不断针对我方的男专女卑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如果愚家我们不跟男专女卑,这些所谓的条条框框的时候,那有方同学是不是其实承认愚家这些所谓的核心思想是可以跟从的呢? 那有方同学没有否认我,就是承认我方都明白,其实今天愚家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时候,那有方同学,他就完全不承认到死不伤往来这些所谓的定义,甚至是说我方说无为,其实是做一些不要做一些违反自然本性的目标,有方同学就说,不是啊,其实今天呢,道家所说的信应自然,就是说得很好听的,就说只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就已经可以是一个道家的思想,但其实实际上又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说在香港,甚至世界任何的地方,其实只要他违反了自然本性的目标,就已经等于踏了今天道家思想的阶位了,那其实今天我们去上班,上学,甚至是温书,其实这些都不是本性的时候,那我想问啊,有方同学,那这些,那这些不是已经叮咛道家思想,那这些又是不是可行呢?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他就不停插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好,但我们看回今天道家真正的现实是什么的时候,相信大家都深知土明都知道,其实今天道家,他的思想是在于什么,其实今天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谈谈的问题,就是香港青少年现在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现在青少年有些自我中心,甚至是一些物质生活,去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现在正正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多谢各位! 谢谢! - 月方洁变发言时间为4分03秒,无消息,无需透明。 最后由甲方洁变总结,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 字幕听得清楚吗? - 月方洁变发言时间为4分03秒,无消息,无需透明。 還有各位大家好,香港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城市,在這裡生活的我們,有行受到高等教育,得以學習不同的知識。 雖然社會學習多了不同的觀點和開放了,但大家亦都理所當然地將競爭和社會既有的規範定義為成功的標準。 像大家努力讀書,在公開自考獲階職,最後做一份好工,買樓創業就等於人生贏家。 但隨著社會發展,人生的出路其實有很多選擇。 我們是要像瑜伽思想一樣,跟著一條社會規範,一續路走到尾,還是用自己的方式活得自在呢? 在表現的位置,不難發現有方法做了以下幾個錯誤。 第一,有方覺得瑜伽就是有正確的價值觀,道家就是道德淪喪。 因為這個謬誤,其實有方發了以下兩個誤解。 首先是有方對道家價值觀的誤解。 其實有方全場都沒有聽過我方說話,一副就跟你說了,有道家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概念,例如公成不居等等。 所以我方看到道家本身有自己的基本價值觀,甚至教導大家要放下一些負面思維的時候,為什麼會沒有價值觀呢? 我方不明白。 第二個錯是有方對瑜伽的誤解,瑜伽的禮儀不是今天說的有禮貌,誠信那麼簡單,更加是皆錯半年,不可以越舉。 所以道義父,有方也立平區。 有方主辯說,瑜伽所有東西都是值得青少年學習的,是正確價值觀。 但是道義父就說,是有不合時的地方,所以不是全部都要學習,因為這些不是核心重點。 但是原來今天說的是,瑜伽的核心重點是三公五常。 所以青少年要學習,要根據瑜伽思想的時候,這些三公五常,瑜伽藍村女卑的概念通通都要跟隨。 有方又是否覺得,所以有方也知道了,道家比瑜伽更賞一籌。 第二,有方覺得瑜伽就是要讀書,瑜伽就是要不讀書。 但是今天有方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是一副說的以前古代都是追求移民管理。 但我方就不明白了,以前是否正在做瑜伽當道。 所以原來瑜伽跟我們說,只有君子有夠,低下階層完全採取放棄態度的時候。 有方甚至說,都支持多元思考,但是現在就執著叫人一定要讀書做官。 又是否對青少年更加好呢?有方也說不過去。 所以正如我方以赴確立了,道家思想比瑜伽思想更難有幫助青少年個人發展和道德價值觀的建立。 最後,有方只剩下一個擔心就是很擔心,除了道家思想, 今次元素會變得過於自我中心。 原來我們看回《道德經》的第八章, 《道德經》的第八章,老師認為最完善的人家是會盡所能地貢獻自己幫助別人不相爭。 所以原來道老師也跟我們說要幫助別人去貢獻社會的時候, 同時不相爭去做到自己適合做的事情。 這個無謂思想的國師奇跡就是正正解決到有方所說的個人中心主義。 其實青少年是尋找未來定位的階段很迷茫、很大壓力。 覺得自己有更多的發展路向。 但古有儒家性人提倡,學而優得士。 我們說不讀書做官就是小人。 今有社會規範,讀不好書就給人看低一層。 然而來到今時今日,讀書不聰明, 都是有自己的一番事業。 比起遵守無謂的社會規範, 青少年更需要學識的是怎樣活得自在又快樂。 其實現時思想就好像一些怪獸家長那樣, 望之承諾,望女承諷, 又擔心他們行差答錯。 標示給很多不同的規範他們,嘗試局限他們發展。 連這樣其實也會反而扼殺他們的無限可能。 所以要真正解決青少年的處世問題, 要學會放手,讓青少年得以無壓力地去選擇自己的未來, 不再比以往的規範限制。 莫問前程空格,但求莫無悔, 青少年需要的是一份探索自我的勇氣。 不論青少年最後選擇的路是如何, 我相信只要給他們的空間, 他們依然可以活出最精彩, 最適合他們的競爭。 多謝各位! 隔方結面發言時間為4分05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先給一點時間評判整理分數。 第一題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個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加的辯元,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是有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而稍後也會安排評判講評語的環節。 如果評判方便的話, 也可以開啟鏡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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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的評判。 K92 Philosophy兩位 一位計算 book Di GLORIA 福厝和顯示 padding 就購一下, 我好看, 這位評判說話還好 進行評判欸! 不到答案餒相除的。 那我們先請評判互賞 們與兩位在表現時的評語。 我們先請可峰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李梓靜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這個辯題也挺有趣的 我覺得就是度假思想和瑜伽思想 雖然我小時候也有讀過類似的東西 但我想又不太深入 但也有些字下不小心原來在平常生活都會聽到 但有些就真的沒有怎麼聽過 所以我今天聽的時候 看到大家引經句點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就聽得有點辛苦 因為不是有很多常用的東西 大家提出來又說得很快 有些可能我解釋比較少 可能你們準備了很久 你們就比較熟悉 你們要用那些引經句點 我有時候聽得很辛苦 就馬上搜尋一下 有些我也錯過了也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希望不要在這個論點連貫性 有些問題出現 這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 就是說那個變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在青少年大家去定義的時候 其實正方就比較簡單些 我只是看到就說 要符合青少年需要 他現在發掘自己的階段 但去到後期 也有說的 但就不是說很全面很具體的去講 越方就說 說青少年引用理賴的數據 就覺得是比較自我中心 我想都是各取所需的 就是在打辯論的時候 看看你覺得你現在用 即是你暫方的思想 到底是哪一件事 是配合香港青少年現在的問題 或者現在的需要 那你就再去講 我覺得如果用越方的方法 其實是好一點的 就是有些數據去拿捏 但是如果你說 問我這樣的打法 在辯論場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說 as a whole 譬如我自己是個老師 去看青少年那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否 就是自我中心呢 可能就是 對未來那個發展的需要 或者一些情緒的困擾 其實都會有 所以 但是我明白的 就是在辯論場上 大家的時限都是 有一個時限在 所以未必可以全面來講 但我覺得如果 擴闊一點去講的話 就是可能在結辯的時候 做整理的時候 可以講一講青少年現在面對的問題 現在才想給杜家思想 是怎樣在這幾方面 可以更加好處理 他們現在面對的需要 或者問題 或者再講得深入一點 其實我覺得處事 和應勢 都應勢 處事和應勢 都可以再講得多些的 就是這四個字 看來好像很普通 但是 就是你現在香港的情況 你都可以再 可以更加深入一點 去緊構這四個字 去做一些論證 我覺得在打那場面 辯論場上的時候 會比較好一點 那 那個 我留意到大家 其實 今天都是一個玩法 就是我抽 如果我是道家的 我就抽瑜伽思想 不合時宜的 或者現在現世聽下去 古怪的就抽出來 然後就攻擊攻擊攻擊 就說你做不到了 你現在這些事情 是完全不符合的 那另外一邊 就是反過來 就是抽另外一邊的一些 不合時宜的一些思想 去出來攻擊 那所以就變得好像是 鬥講大家 對方是怎樣的 譬如我聽到有些 因為我自己又不是很熟 就是道家的事情 現在那邊 即是袁方那邊 就直接說 哎呀你們現在是 不追求知識的 這樣 因為呢 就覺得 當年那個管治上面 如果他們沒有讀書 那些人民 就是最容易管治 那我在想 我那個年代 可能是 真的是這樣的角度 那 所以它是說了一個 很明顯的說明 就是對於道家來講 它是不是只是說一個 很明顯的說明 是不追求知識 就比較容易管 那在那個年代 可能是真事 那 但是 是不是等於 即是說一件 這麼實際的事情 是不是等於 道家思想 期望每一個君主 都不追求 都不要給那麼多教育 那些神民 讓他們不要追求知識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 現金清善 所以他們就不追求知識了 這樣 我覺得中間的邏輯 是有點落差的 就是他很簡直的 去解釋 一批 因為我又聽不到 那句原句 所以我沒有辦法搜尋 那句原句出來 就是道家思想 那句原句出來 就去看回 他是很簡直地描述 這個實質 還是他其實叫所有人 都不要追求 叫所有君主 都不要再給神民 去追求知識 因為追求知識很難管治 所以 去到這些位置 我自己就覺得 可能 大家可能有很熟 那些引經據點 然後很快就下了一些邏輯 所以道家就是不追求知識的 我現在就是瘋狂階級觀念的 那樣 我覺得中間的論證 可能是會有一點落差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月方其實如果都知道 三江五常 女人不可以做官 那些很明顯在現世代 是比較不容易接受的一些思想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在主邊已經一早說明 只是剔儒家思想 最核心得來 還要是合時的 合現在的情況的一些主流思想呢 因為事實上 在學校的教育 我們都 坦白說我自己 我家學校是不懂得這樣 那我們的老師都不會 在課堂上跟大家說 女人不可以做官 女人要在家 守校要鬥三年 都沒有人會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這種思想 擺在今世代的教育 我們魔腦堂 其實都已經調整了 不如你早點說 所以他一說 即是你在主邊早點拿出來說 對方一說 你就說今天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會不會可能 這個 approach 那樣被人攻擊得那麼久 然後最後才好像 在戰略上是有些退卻 是覺得自己 我們原來是核心思想才要 因為你一說核心思想 跟著我們的老師打辯論就會 那到底什麼是核心 怎樣不是核心 是不是適合你用的就叫核心 不適合你用的就不是核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能要早點做的時候 在那個辯論場上的戰略 可能會容易一些處理 我自己覺得 甲方說道家思想 說清傳處事應勢是有些狡猾的 因為你就說 現在就不是唯有讀書高了 現在這個世代已經有很多選擇了 最重要是活出自己的人生 這些這麼大小的字眼 其實是說了三次 甚至四次 聽起來很好聽 我們是一個老師 我們間不像 即使我們學校 是一間Bandman學校 可能有時都會成績比較差 或者可能有些特別 不同的個案 我自己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 因為老師的身分 而有一個既定的框框 即講這些活出自己的人生 很精彩 這個世界很多元化 有很多元的出路 這些講是很容易講 但是到底 怎樣在不讀書 或者沒有一個 academic background 的情況底下 然後一個青少年 不是很成熟的人 怎樣去好好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這些位置其實我覺得 越芳是可以策略一下的 就是 你說到好像 當然啦 我知道 道家思想是 讀書都可以是 他想真正追求的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你說得這麼grand 說要活出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但是對於青少年來講 你已經說他有自我中心 又不認識世界 知識又少的時候 怎樣會出自我中心 怎樣會出自己人生呢 又沒有例子 是因為很難講下去 所以這麼grand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越芳都可以策略一下 就是不要讓他更容易過到這些邏輯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在攻擊對方的辯題 整個論點的連貫性是會做得更加好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你 謝謝評判的評語 接下來有請前那莎莎書院中文辯論隊隊長 陳錦彥先生 是 大家好 聽聽到嗎 請問 聽到 是 那首先我覺得這條辯題 本身其實算是很難處理的辯題 因為其實你只是討論什麼儒家 或者道家思想 其實你可能讀幾年書 你都不會有一個結論 所以我覺得是很難的 所以都辛苦雙方的同學和老師 那我覺得首先就是要理解整個辯題 其實是說道家思想 比儒家思想 或者反過來 所以其實由頭到尾雙方是沒有一個論證責任 去講到說 這個道家思想或者儒家思想 每一部分 或者每一句他們說的話 都必然是符合現今的社會 因為你只需要說比較 所以譬如說 其實在雙方很多討論裡面 大家就說說 可能男專女卑 或者女性以前是不能工作的 這些現在已經可以合適 其實我肯定的就是 其實雙方 就是無論是儒家 都一定是有一些 一些句子可以抽出來 然後就說你是不合適 但是到底 在你反駁對方之後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站硬到一個位置 就是 你是一定不同意的 是一定代表我儒家思想 這句話其實是你理解錯的 我是沒有問題的 還是其實你是可以接受 這件事情 可能是真的在現在是不合適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未必需要講到一個核心的價值 你只會說 但是有其他更加著重的方面 其實是比起 度假思想或者是 比起另一個思想 是更加適合於 現在的香港青少年 其實你也是可以論性到變態 所以我覺得 是不需要太害怕 你可以照反駁 但是反駁完之後 你要知道自己的立場 其實你是沒有必要去論性 每一句 對方說的話 都一定是適合現在的社會 第二件事就是變態 其實另一件事 所說的就是 香港青少年 對於正方來說 他整個鋪牌 對青少年鋪牌的特性 就是大家都很跟著 整個社會的規條去做 就是賺錢 對於反方來說 他最主要主打的就是 自我中心 這件事是可以的 但其實另一件事 尤其是月光可以想的 就是到底哪一種思想 是更加容易被青少年去學到 就是說不是說思想本身有沒有問題 而是到底青少年有沒有能力吸收到 其實去到後期 我覺得是有少少輕輕大過下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 譬如說現在為什麼大家 可能要上小學 要回中學 回六年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我不是說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可能就是覺得青少年 因為他沒有這個能力去分析 可能度假思想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他的處事方法 是可以在一個 就是月光我覺得是可以認同的 某些部分 但問題就是 到底青少年 是否能夠真正吸收到 還是因為度假思想本身那種順其自然 是太過虛無太過軟 比在儒家裏面說起某些規條能力 所以對於青少年 一些未有這麼高能力 去可以理解到一些這麼高層 不是高層次 或者一些比較虛無的想法的時候 可能其實 儒家思想在這個階段 對他來說比較適合 但我不是反對甲方所說 所有關於度假思想好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 儒方是可以考慮 其實隔閲雙方也是可以考慮 就是到底青少年是一個特性 而不是只抽一件事去說 因為這樣聽起來有些薄弱 而其實雙方一開始都沒有鋪排 對這件事 直接用一個哲學比較 就是儒家打道家 看哪個東西 這是第二件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理解這個辯題 有時候可以更加仔細 無論是他對你的立場要求 或者是對某些定義上的解釋 因為這條辯題 你不可能用完整場辯論 去界定什麼是道家和儒家 而這件事是很難去界定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最後都是說包裝 所以去到另一件事 其實隔方一開始很明顯告訴你 道家就是信應自然 儒家就是服從階級觀念 對於粵方來說 道家就是什麼都不理 什麼都不做 就是類似 而儒家就是重視倫理 說這些禮惡 其實很明顯是大家 如何去調整一個立場 因為你要很短時間 給一個很容易讓評判知道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解釋所有事情 給評判聽 所以我明白雙方都是想做包裝 所以問題就是到底整場辯論 誰對於自己包裝的防守 或者對於對方的攻擊 是做得比較好 比如說先說道家信應自然 其實正方是把他包裝到 是說的一個就是 順應自己的喜好 了解自己的自己想做什麼 然後就隨心所欲 就是跟著自己的心去做 但是我不會去質疑 因為就算我看了那些道家 到底自然是什麼都好 但是其實都是要看雙方 在場上去說 但是其實信應自然的自然 是不是真的完全就是 例如你想去做一個音樂家 你就要去追忙 然後去做 其實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但是當然粵方是有責任 要他更加強地去指出這件事情 才能在分子上反映到 你能夠打到這個位置 而我覺得其實在整場面 感覺上粵方是不夠著重去打 但是去到粵方的結辯 其實是有說過的 就是到底道家的自由 其實事實上是逃機嫌殺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跟隨本性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其實這些位置 我覺得應該很早就已經開始攻擊 因為隔方整個的論述 無論他是說什麼 大家一個人去賺錢 他沒有很多規限 跟著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 整件事的遠景很漂亮 但是問題就是 道家的信應自然 所謂的無違是什麼回事呢 那無違這個位置 到底粵方有沒有辦法 可以更多轉動 令到他聽到一個更差的東西呢 令到隔方需要用更多的時間 去防守這個說法 這個是道家那邊 儒家那邊的階級觀念和倫理 那其實隔方很多時候 都是拿過資料 就是女性不可以工作 男專女卑 接著大家讀書 大家讀書那位 粵方是有說的 是回應得OK的 就是粵方其實主編已經說了 就是說 今天講求的不只是學習 是講求背後的思考 但是在講完的時候 要小心點 就是你永遠都要想回 對面的思想 到底是有什麼看法 到底道家是不是真的叫你 完全不要追求知識呢 其實道家是講求追求智慧的 所以 隔方那次沒有很強地說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 在任何的論述 或者反駁的時候 一定要理解 就是到底自己 或者對方 譬如你指出對面的思想 是有問題的時候 到底自己的思想 是否其實 完全是 不會倒入同一個階段呢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位 如果你說儒家思想就是學習 什麼都不學 其實都有些問題 當然也要隔方提出 才會在分子上面有分 另一件事就是 你說女性不可以公共 我覺得是有少許強硬的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明顯知道 道家和儒家都是一個 春秋 即是初春 那段時期的一些 就是慢慢衍生出來的思想 那你不可能要求 他說的每一句 都不能給你抽情 一定可以給你抽情 所以你說這一句 是的 我知道你想反映背後 一些倫理道德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在例子上 可以更加有 一些不同的論述 例如說 一些如中如孝 到底是不是儒家思想 都會推崇呢 或者是一些 一些歷史事件 可能就說 某些朝代 可能是推崇儒家的 然後他們的軍臣之間 是要怎樣去相待呢 等等 其實儒家是否完全是 講求服從呢 即是甲方就說 是講求服從 其實越方都可以提出 例如說 我忘了一個原句 簡單來說 其實沒有聽過 殺了一個 雙奏的一個軍王 其實他自己殺了一個 雙奏的一個人 就是說 其實當君主 他不是適切 不是跟從禮惡的時候 他就不再是一個君主 所以對於儒家思想來說 因為儒家思想有很多派 但對於儒家思想來說 都不代表說 其實你所有事情都必然 是要服從的 其實在某些地方 就是說 他服從的前提 就是大家都跟從禮惡 但是如果你的君主 是完全不跟從禮惡的話 其實他也不是要求你 一百多歲去服從 這也是去回 就是儒家要求你去思考 而不是只要你服從 這些地方 我覺得在這些戰場 如果大家可以討論多一點的話 我覺得那個辯論會比較精彩 另一件事就是 關於剛剛我說的 就是資料運用 就是確保每一句講完的一些 就是用完一些 一些 例如你評論一個 《讀德驚》 或者《讀德驚》 之後一定要解釋 大部分都有的 但其實有幾句 說得很快 而且 我想 就是我自己 沒有一個很豐富的哲學背景 其實你說得很快 我還沒有解釋到 整句話說什麼 然後你已經 所以有關同學 今天就解釋 其實我是不太明白 你想說什麼 所以這個位置也要小心一點 另一件事就是 比較普遍 就是其實 道家和儒家思想 這些思想 本身都是為了 去叫一個皇大 一個君主 如何去管治他們的人民 所以到底這件事 如何拉回到青少年 去應用那裡 其實雙方是需要想一想 而雙方在舉例 譬如說 岳方在舉例說 道家認為人民 是不應該去 不應該認識知識 因為我們很難管 這是由一個君主的角度去出發 但問題就是 我們今天說的是 對於青少年的角度去出發 到底這個思想 套用在青少年的想法裡面 是不是就等於 青少年自己 都不應該去追求知識 我覺得其實不是 因為純粹是一個 由上而下管治的思想 以及你現在套用現代社會 一個青少年 他要待人處世 就是變成所說的 處事應世的時候 應該用一些的態度 所以這個位置要小心一點 就是怎樣可以把一些 本身是治國的一些思想 變成一個日常生活中可以應用的東西 而其實我覺得對於隔方來說 比較容易 因為隔方就純粹說 你自己想做的什麼 但是其實月方來說 是有提出過 即是隔方是質疑 月方就是那些 什麼藍尊女卑 或者是一些以前的規限 其實月方是有提過 新瑜伽思想 其實月方在主編提過 在結編的時候 都提過 在答第一條 即是在二副之後的第一條 答問的時候 都有提過新瑜伽思想 但是可惜的是 其實新瑜伽思想 正正就是怎樣 可以將瑜伽思想 套用在現代的社會裏面 怎樣可以拿著 其實有少少說了 月方所說的 核心思想那方面 怎樣可以套進去 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如果月方是多做些準備 在新瑜伽思想 然後無論在你的副片一副 去展述的時候 可以鋪排 或者是等你去防守 甲方去攻擊你的時候 你可以說 其實你說我這些不合適 其實新瑜伽思想 是已經明白到這件事 而且純嘗試去抽取瑜伽思想 裡面的重點 一些核心的價值 然後套用回去 這樣去打的時候 你就會舒服很多 就不會由頭到尾 就是不斷拼准幾個例子 因為這樣 就對於整場辯論 就沒有什麼 討論的價值 因為雙方都可以拼准幾句 你不對 這句不同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大體來說 對於雙方處理這條辯題 所以評語就是這麼多 最後來說 我覺得雙方都算是做得好 無論是資料搜集 以及在解釋 當你運用一些資料的時候 不是說數據 可能最主要就是一些 告示的時候 那就感謝主力 多謝評券的評語 最後有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辯論隊隊員 陳慶澤先生 好 大家聽到嗎 好 首先多謝賽會 邀請我來做這場比賽評判 都感謝今天對賽雙方 或者雙方背後的學校 或者老師 和你們一起準備一場 這麼辛苦的一場比賽 大家表現都相當之勢均勵的 大家都 大概說一說 對於整場比賽的 總的意見 我覺得今天對賽雙方 先做一個利益申報 就是我本人就是有讀偏向折的學科 都是讀偏向折的人 所以就對於這場比賽大家用的很多 語賴上的東西 或者是 儒道兩學的思考 或者思想上面 到底詮釋得正不正確呢 或者詮釋的方向有沒有問題 會比較著重多一點 對 申報完畢 再說一說總的意見 我覺得 雙方今天都有用了很多 道家也好 儒家也好 有些語賴 或者是條目 去論證 嘗試為自己的立場去論證 也有作了很多自己的解釋 而我自己個人認為 就是 雙方的解釋 和主流 即是現時哲學界 或者是正常去理解這些條目 或者是 語賴的揣釋 其實是 在不同時候都出現了一些分歧 我下面再細說 所以雙方在 知道要準備的時候 應該可以再留意多一點 就是你們今天用過的這些條目 或者這些精神 到底在現今的 道餘界 他們是怎樣理解的呢 或者在現今的社會當中 他們怎樣理解 而不是你們自己去理解 這些條目 然後再用回你的立場 還有我覺得雙方都可以再 放多一點點 集中在今天這條編題的後半段 就是現今青少年的 處事形勢 我覺得今天對賽雙方都說了很多 道餘兩家 他們的思想 到底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適合 有什麼不適合 問題是在於 現今青少年 處事形勢 處事形勢 就是他們需要什麼 缺乏什麼 有沒有什麼權威公知 去講過這方面的事情 其實雙方都是有 缺陷的 在提出這些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雙方都可以 就著剛剛兩點去留意 這就是一些很普通的意見 大概下一步 就是和大家說一下 我給分的準則會是怎樣 兩個位度 就是 眾向來說 需要大家由資料搜集 然後去喘息資料 到如何把你喘息的資料 放在你的立論當中 以及到最後的立論心法 這就是眾向的評分 橫向的評分 到底你用了多少 不同多元的數據 或者有多少的論點 可以應用的廣度 就是逐橫向的評分 所以大家可能之後 看回分子 其實都會集中 眾向橫向評分當中 如果你看到 可能有些分數特別低 或者有些分數特別高 可能都可以參考 我的這兩套評分的準則 去思考 到底你們剛剛表現 和我的比分 到底怎樣去問合 然後大概說一說 雙方的 詳細一點點的評語 今天聽到主辯 雙方主辯 其實是開出來的 雙方主辯 其實是開出來的一件 非常正常的立論 我會叫做 因為說真的來說 道家 真是天人合一 尚應自然 瑜伽 真是三光五輪等等的東西 是一些很正常的立論 所以回歸本性 或多角度思考 其實都很合理 是說粵方主辯 今天開出來的主線 我會覺得今天說 瑜伽 好過 道家的位置 是在於 不再自我中心 和強調學養的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不會這麼 怎樣說呢 我覺得自我中心這件事情 其實在瑜伽也好 道家也好 好像也不跟他核心事上的事 所以我聽完之後 我就很期待 今天瑜伽 會怎樣 將道家這兩樣 主流思想 其實和自我中心 不是那麼關係的事情 去扣緊你們今天的論點 我會有一個疑問 也有一個期待 聽你們後場如何轉職 然後我會帶著這些思考 帶著剛剛對瑜伽的思考 去聽下半場 就是之後的事情 然後到雙方的台上發問 我覺得台上發問 大家都有一個問題 就開始展現出來 就是無論在台上發問 還是後面的副位 都開始有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拿著大家的語例條目 甚至思想 但是大家對於他的喘息 是否真的合適 或者對於他的喘息 合不符 現今主流對他的喘息 例如 今天正方說 瑜伽重視隔壁觀念 但是他用什麼來論證呢? 抱歉 隔壁 隔壁 隔壁拿男女不平等 這是論證隔壁觀念 隔壁觀念很重視 首先 漁學的確 對於 無論是新漁學也好 或者是孔孟的派也好 其實的確對於男女平等 這方面是欠缺他自己的重視和論證 這方面的確是正確的 問題是用男女之間的不平等 讓他推到最後 現在很強調 和階級性的事情 是否真的合適呢? 一個很普遍的例子 就是孔子這麼多門生 他有養豬 有做官 有學士 他自己的門下都有很多不同社會界別的弟子 這就是正確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突顯了孔子或者儒家 其實所謂的加強性不太重 所以 這是職格方出現的問題 其中一個例子 越方其實也有的 例如漁民政策說 道家不重視知識 那又是否呢? 其實漁民政策也只是 老子在對於當政者的一種施政方針 其實是為了做一個無謂而致的統治手法 那其實有關不關青少年應勢 處事應勢的方法呢? 其實今天在雙方也出現了 類似剛剛所說的幾種 就是無論是拿的餘泥 以及他論證自己的輪點 當中有邏輯上的斷裂 以及就是到底用得對不對 範疇用得對不對的問題 就好像剛剛那位評判也有說到 其實今天雙方說了很多事情都是在說 杜如兩家對於那時候 春秋的那時候 他是對於當政者的一些 施政方針的一些建議 而今天被雙方也擺放到今天的青少年 處事應勢的方針上 其實怎樣令這兩樣 有少少遠的範疇 扣在一起 我覺得雙方可以再做多一點功夫 的確是 接著講一下四位負面 我覺得隔月雙方的一二庫 我都覺得很在說自己這條線的事情 而不是很理會對方說了什麼 例如今天隔方兩個點 他說回歸本性 和多個度思考 問題是 那瑜伽是怎樣回應的呢 瑜伽其實是沒有什麼回應的 瑜伽一直在說話 就是去抵抗自己 一直在說 不是呀 今天瑜伽 不是 今天道家 他很以自我為中心 現在清前是疏遠 而瑜伽重視人類關係 所以瑜伽豪華 問題是 隔方有什麼 或者對於隔方來說 隔方有什麼 你們有沒有處理呢 我覺得在這方面 都是有堅決的 的確這件事是難的 畢竟是雙方提 首先你們要自己 正常辯論比賽的正方立場 同時也要做反方的立場 同時要立論和質疑對方 你不再是普通辯論比賽 正方又做立論 深化 反方又做質疑 不是呀 今天比賽 雙方都需要做到這兩方的責任 但是發現雙方針對對方主線的回應 我覺得是缺乏了一點 大家都很講自己的事情 而很少去回應對方的立場 我覺得這會令雙方的交鋒位 沒有那麼刺激 而且對於對方的論點質疑得不夠重 令雙方的論點深化或推論都不夠充分 接著去到 下一件事就是 關於生如學這件事 今天月方說了生如學 其實我覺得有些可惜的是 除了剛才各位評判所說生如學 除了某些人說過之後 可以應用在整套你們的藝方的立論之外 我覺得 新如學這句話可以再套用多一點 就是今天 乳方說了很多 漁學上面的論點 或者是給甲方質疑漁學上面的東西 其實新如學其實是有解釋和有補充 甚至是今天 正甲與雙方 其實都忽略了 是說漁學的新如學這件事 漁學和道家不同 道家沒有新道家 沒有新道學 現在剛巧有一個 有律師光他們 是一些新少少的新如學的人 現代少少 其實 或者情形豬兩家 其實他們會 漁學值得討論的東西 或者值得拿出來說的東西 其實可以見到的時間圍道上 舊的那套孔曼那套和新的那套新如學 其實他們當中是有分歧的 問題是今天 夾與雙方 如何選擇 兩個時間圍道上的瑜伽呢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是 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雙方都在 資料搜集上面 做得不夠充分的位置 然後 去到 最後 其實 整場比較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 剛剛所說的 就是 仲向橫向 仲向就是大家用的資料 到底 用得對不對 或者用得夠不夠 就是 除了剛剛新如學的位置 就是 大家對於資料的喘息 應該怎樣應用 或者是 好像剛剛所說 用完 講完 儒家儒學 男女不平等 那為什麼又可以推到 階級性觀念的問題呢 其實這些位置 甲乙雙方 不是 甲乙雙方都有出現 再到下面 就是 拿著甲乙雙方的那套核心思想 那 三江 五常五輪 或者是 或者是 修身齊家自覺平衡下 又或者是 度假天人合一 拿著這些東西 那怎樣套下去 青少年的處世形勢呢 那這一方面 其實甲乙雙方 都 講得不夠多 我自己覺得 除了粵方 他一開始主辯說 說 現在青少年好像自我為中心 那些去到後場 其實 真的沒有什麼 跟甲乙雙方所說的 現在社會 在多元發展之外 問題是 青少年在現今這個世代 就是 青少年以自我為中心 這句話 是由 五年前 甚至是 再久一點的時候 說青少年變態 已經在說的 語例 已經在說的 問題是 到現在 2020年 或者是 2010年之後 或者是 新世代 千禧年代之後 他們 對於 現在這個社會 他們會 在一個 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 他們會 如何去 應對 網上 的確 有更多不同 對青少年的 詮釋方法 有些人會說 青少年是 有自己的主見 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有些人都說 青少年是 其實跟一個大人的 思維上 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做到 很出色的能力 他們有很多 處世的經驗 所以 到最後 就是 青少年自我中心的 這句 說法 還適合套用於 這場辯論 或者是 到底青少年對於 處世認世 是 變態後半段的 這句 到底雙方 可以怎樣 詮釋和論證 其實我覺得雙方 都缺乏 所以我覺得 去到最後 真正的最後 就是大家最後 拿到分子 就是 我比一分差 大家五大 那 大家去到分子 就會見到 就是我對於 今天 雙方的表現 就是我覺得 在 無論是 對於 道餘 兩家的思考上面 我覺得都缺乏 或者 都做得不夠 又不是缺乏的 做得不夠的 就是 到底 詮釋得 對不對 或者詮釋完之後 怎樣套用在你自己 整套論上面 然後就是 拿完兩家的思考之後 怎樣套進去 變成後半段的 清少年的處世認世上面 這兩大問題 我覺得 最主要是 今天 教育雙方 第三 就是大家的交鋒 都不願意去質疑 對方的論點 而只是說 今天 雙方兩邊的主線下 的道餘衝突 而不是說 對方的論點 所以就會覺得 這場比賽 大家都尚有不少的 進步和思考的空間 而對於一些 有沒有脫線 那些 我相信大家 或者是 辯位上面的表現 我相信 大家回去之後 大家的教練 或者老師 都會再跟大家說 所以 最主要是 剛剛那三點 就是我對於今天 夾月雙方 或者整場比賽 表現的一些評語 就是差不多 各位 謝謝評判的評語 賽果已經計算完畢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的最佳辯論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為 甲方一顧 王義黎同學 歡迎光臨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 或者儒家思想比道家思想 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 廚士認世 由甲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對月方拔稅女書院 甲方得票為三票 月方得票為零票 換言之 由甲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勝出 謝謝